今天是我第四天 还是有点咳嗽 但是比昨天好一点 嗓子没有那么痛 前两天嗓子一样卡了一个仙人掌 然后 这个 最大的问题主要是 它这个持续的发烧 反复发烧 昨天本来以为发烧好了 晚上又发烧了将近39度 今天早上吃了一粒 菠萝酚 体温又降了下来 今天晚上还得吃一粒菠萝酚 不然我又怕晚上睡不着觉 现在早上 头特别疼